亲爱的哈喽 1998年 南台湾的七月 阳光炙烈 爱智来了一只狗狗 身体灰灰黄黄的 尾巴下垂 它的脖子受伤了 长长的一个刀伤 7月18日 思思在高雄柴山上 遇见躺在山路旁 脖子被砍了一刀 奄奄一袭的它 思思赶紧找人帮忙 用担架把它抬下山 送一急救 狗狗勇敢地活了下来 三个礼拜后出院 它来到了爱智 思思为狗狗取名叫 Hello 希望大家看到它 可以像开心打招呼一样说 Hello 给这只重伤后活下来的狗狗 一个微笑 一些力量 灰灰灰脏脏的Hello 从此在爱智的办公室里 跟大家一起上班 她喜欢待在思思的位置旁 有时候会在办公室走一走 瘦瘦的身体 没有光泽的毛色 尾巴总是垂着 Hello很乖 但是眼神里总有些不安 同事们来上班的时候 经过它的时候 看到它的时候 会叫Hello 会蹲下来跟它说说话 摸摸它 大家慢慢适应了 办公室有狗狗这件事 过了长长一段时间 有一天下午 我们忽然听到 嗡的一声 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 面面相去 是Hello的声音吗 原来Hello会叫哎 Hello你好棒哦 每一个人都好惊喜 原来Hello没有伤到声带 这几个月来 身体和心理慢慢地复原 Hello一定很努力吧 旺的一声 像一个奇妙的转变 Hello的动作变得轻快 并且跟大家开始有更多的互动 Hello的身体变壮 也变漂亮了 原来看起来灰灰的毛 变得鲜明又有光泽 眼神也不再充满不安 害害怕 爱的力量真的很伟大 我们还发现一个超特别的地方 Hello开心的时候 尾巴会不停地不停地旋转 像多拉A梦的竹蜻蜓一样 好像要飞上天了 Hello开始成为爱智的员工 因为他平时跟我们一样 上班八小时 虽然大多是躺着晒太阳 成为大家抒压的对象 自由地出去散步 偶尔有陌生人 或他看不顺眼的人来访 就会大费几声提醒我们 有员工活动时 除了出国 Hello也都没有缺席 坐游览车到花冬 坐船到绿岛 一起走古道 爬河湾山 Hello也和我们一起走上街头 为抢救森林 和抗暖化尽一份心力 爱智的生活一定有Hello 我们的喜怒哀乐 也都有Hello的陪伴 Hello走进了爱智 也走进了头家爸爸 杨先生的世界中 他的聪明和善解人意 感动了爸爸 跟着大家上山下海 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人与动物间的情谊 是可以如此的贴近与信任 十三年过去了 Hello慢慢变老了 虽然毛色一样光洁漂亮 但是他开始爬楼梯 有点吃力 动作也变慢了 病魔开始找上Hello 对抗大大小小的疾病 不管是住院或开刀 Hello一直很勇敢 但当癌细胞从身体 跑到脑部之后 Hello活得更辛苦 除了忍受癫痫和疼痛 还必须每天打针治疗 多年来 Hello是在假日才回爸爸家 喜欢和人亲近的他 非常不喜欢留在公司 常在下班钟声想起钱 就先躲起来 生病之后 Hello的妈妈雪眠 决定每天带他回家照顾 早上先带他到医院治疗后 再进公司 让Hello有更多时间 和大家在一起 经历了许多努力和治疗 Hello的情况 Hello的情况 仍然一天比一天恶化 2011年8月 台风拉马都来袭的日子 妈妈雪眠发现 胸腔已经快被癌细胞 站满 至每一个人准备好 她才要离开 是啊 是我们没有准备好 一直不放弃 妈妈雪眠 想起一星期前 Hello在车上 一直凝视着她 不同以往的眼神 似乎 预知着就要离开大家 似乎 是想要留恋最后的看望 妈妈雪眠 与爸爸杨先生 决定为Hello 举行生前告别式 让我们与Hello 好好说再见 8月30日 也是圣鼠的季节 这时候的Hello 已经无法起身了 我们围坐着她 跟她说最后的悄悄话 送她一朵白色小菊花 眼泪一直一直 不停地流下 就在大家为她念诵完心经时 Hello竟然困难地站起来 缓慢地走着 绣闻着每一个人 看着每一个人 Hello 谢谢你 谢谢你用生命 教会我们领悟爱的力量 每当我们说 Hello的时候 因为爱 意义总是不一样 我们来说 对我们的妙子 在一次性目标